尼基佛罗的故事呢 因为在这个六百页的叙述里边 所占的比例太低了 就在帕默克的笔下 他的比例太低了 他死去的情节在帕默克的笔下 也是我感觉是帕默克是顺道烧上的 就是不是重点去写的 另外前面的我说 我刚才说的另外的四个死亡 是帕默克重点去写的 所以我就不说这个尼基佛罗的故事了 然后呢 我就说四个人的死亡 第一个是那个泽伊内普 泽伊内普之死 卡米尔之死 然后那个萨米帕夏之死 还有那个谢赫 谢赫那个哈姆多拉之死 帕夏的话 最早我在知道帕夏这个词汇的时候 我是什么的 好多年好多年以前了 大概我跟你们差不多年龄的时候 黎江出版社出了一套落奖重书 里边有一个南斯拉夫作家叫 伊沃安德里奇 他有一篇小的叫乔 我刚开始拿乔的时候 我还以为跟那个南斯拉夫电影是一只 后来一看不是 后来才知道 他正确的翻译是叫德里纳和尚的乔 在这里边我第一次读到帕夏 因为我二十多岁 其实就是一个像总督啊 或者是类似的奥斯曼帝国的一种领地的一个主管之类的 但是这里边的帕夏就是总督 他就是属于奥斯曼帝国派到就是这个地方要写的那个叫明格尔 谢谢 到那个就是这个明格尔岛的那个来的那个一个一个一个那个总督 所以我就写那个 而且那个帕木克他有一点是那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他在写下那个当时死亡环绕下的阴谋和权斗 混乱和恐慌的时候 他也清晰地写下了这个四个死亡 而且同时又把当时乱糟糟的社会状态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且他的叙述又那么的从容不迫 所以那个 我就先说第一个 择一内谱 需要介绍一下 因为可能很多那个在那个听这个课的同学里边 很多可能还没有看过这个小说 择一内谱是明格尔岛上的一个人 很美 可以说是第一美人 后来他成为了那个第一夫人 他是那个独立后的明格尔国的第一夫人 至于什么为什么成为的 你们自己去看书就知道了 然后呢 他的父亲呢 巴伊拉姆是那个地牢里边 那个看管犯人的那个玉利 巴伊拉姆是那个岛上 最早因为是属于死亡的人中间的一个 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属于出来的时候是有一个肿块 就是身上有一个肿块 而且往往是出现在那个福库沟那个地方 就是暗示那个感染属于的那个红色硬块 最初出现在择一内谱 福库沟的时候是小说的413页 就是小说413页开始了 第六十章 卡米尔就是那个泽伊内谱的丈夫 那时候他 他已经是那个明格尔的独立以后的最高统帅了 在与他在床上拥抱 然后在抚摸的时候 突然摸到了那个 在他福库沟的地方摸到了那个红色的那个肿块 当时那个卡米尔心里就咯瞪一下 因为那个时候属于已经泛滥了 随即他就排除了那个属于的可能性 因为他的妻子 泽伊内谱 没有离开过那个锦绣公大酒店 就当时叫锦绣公大酒店 从来没有离开过 而且这个房间 而且在那个酒店里边也没有发现过老鼠 所以他认为他又比较安心的 当然 他不知道就是 这中间那个泽伊内谱离开了 过去看望他的母亲 这个我后面在讲细节的时候要说到的 然后之后那个帕默克的叙述离开了 用了六页的篇幅 帕默克真是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叙述的大师 他用了六页的篇幅去写其他的了 就是扯开了 然后去写那个英国领事来见那个卡米尔统赛 和那个萨米帕夏 萨米帕夏那个时候是总理了 从总都变成总理 为一个被隔离的人说情 然后还有各个灾区的病例 增加让很多民众认为隔离措施是失效的 就是因为你居然有一个隔离 因为隔离在他那个 你想这一个岛上 有不少的教堂 不少的清真室 还有非常多的道堂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宗教是很复杂的 就是哪怕是穆斯林里面 他还有分各种派别 然后那个 所以呢 他的真正的隔离措施下去的时候 执行起来是不一致的 比如说希腊人 希腊人相对来说 因为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富有一点 所以他们隔离的时候比较自觉 而穆斯林是很不自觉 起码在这个小说里面是这么写的 然后那个 所以他又写到了各个地区的各方面 用了整整六页的篇幅去写 就这个书的六页去写 到了那个420页 第61章帕莫克才让卡米尔心神不安 然后满脑子 就是开会的时候 满脑子都想着他妻子的那个 他们结婚才两个半月 而且那个 他妻子已经怀孕了 所以会议进行到一半以后 他实在是他就离开了总理大楼 在卫兵的附送下回到隔壁的酒店 很短的路程 因为都在同一个楼里面 起码我读这个小说 感觉就在同一个楼里面 因为刚开始写到的总督旅馆 我怀疑就是那个锦修工大酒店 可能后来革命以后改名了 这个我没有像李婉确认过 我忘了确认了 反正错了就错了 那么短的一条路 很多作家可以忽略 帕摩克就是不忽略 写那个街上空空荡荡 没什么人 码头那边也空荡荡 为什么大家属于已经到了后期了 到了高峰了 然后他还写 有一个女人提着一个带子往前走 旁边跟着一个孩子 拎着一个男子 什么的也在往前走 就他们两人 看了他一眼 没有认出来 反而是在他走回去的 那么很短的一条路里面 有一个房间里面的一个孩子 在窗口认出他 把他的父亲叫过来 然后确认是他以后 还叫了一声统帅万岁 结果他还为是他心情很好 像那么短的一路程 就是他直接回到房间就可以 帕摩克就不是时机 还得给你写一点 所以为什么我说 这部小时候一定要有耐心的 因为他写得很有耐心 但是他进入那个 把手的酒店的时候 来到房间后呢 就是我刚才说到 就对那个植一内婆的 有一个行为 他生气了 后来又马上就离开了 这个我待会在细节部分 我会要讲的 现在就不讲了 那个帕摩克让卡米尔 离开酒店后 用了八页的篇幅 又用了八页的篇幅 去写那个撒米他们 如何计划抓捕 并且实施了 去抓捕那个谢赫 谢赫的话 就是在穆斯林里边 就有点像是宗教领袖的 类似酋长 或者什么宗教领袖 或者起码是一方的宗教的领袖 这个人就是 所以在岛上 穆斯林里边 应该是最有势力的一个人物 但是那个岛上 不是只有他一个谢赫 有不同的谢赫 所以那个谢赫 那个哈摩杜拉 然后又去写 如何去抓这个人 抓这个人抓完以后 把他塞进马车以后 视角又变成了 那个谢赫的视角了 又写了很长一段 一路上谢赫在想 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 所以那个 当然最后他可能是 他想象的最坏的环境 就是让他把他离开那个明格岛 把他送到一个什么监狱里面去 结果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没有 他一直在 一路上一直在猜想 会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 但是他的猜想都已经错了 囚禁的地方是 他完全没有想到的 就在那个 那个 那个城的边上的 乡下的一个 一个别墅 改造的一个 一个破旧的别墅 古老的别墅 改造的一个旅馆 暂时把他放在那 就是给他放在那 我之所以那个不厌其烦 要讲述这些是 与责义内部知识 差开的部分 是因为帕默克的叙述 就是这样不厌其烦 讲着讲着他就差开了 然后又拉回来 拉回来以后 说讲讲着又差开了 然后再拉回来 他基本上是 就是前面这一段的 就是那个 关于写到 那个责义内部的 那个染上 那个属于以后 他中间写了 好多好多别的东西 这个小说的叙述 这个段落的叙述的风格 基本上就是 这本书的叙述风格 一个缩影 所以我就是花了一些时间 那个讲了这些 然后我再继续迅速地讲 那个在责义内部的 生命的尾声 帕默克是用哭泣 非常妙 他用哭泣来 告别这个美丽的女孩 虽然她是明格尔的 统赛的妻子 虽然她已经有身孕 可是她本质上 还是个女孩 在第六十二章里边 在责义内部病情的 在责义内部病情的 预感和呈现里 帕默克写下了 责义内部的六次哭泣 六次哭泣 他写那个 其实当责义内部 第一次哭的时候 他只是肿快在变大了 他并没有发烧 别的症状并没有出来 六次哭泣 第三次是悄无声息的流泪 他六次哭泣是不一样的 第五次是撕心裂肺的哭声 然后所以那个 这是那个我觉得 就是责义内部知识里边的 非常叙述上非常重要的 那个描写 就是写一个美丽的女孩 虽然她已经是有丈夫 甚至那个已经怀孕 是吧 结婚才 嫁给那个卡米尔 才只有两个半月 但是她还是个女孩 是吧 所以她用六次哭泣来写 这个女孩的那个死亡过程 所以那个 而且这六次哭泣 就把她的那个病情 逐渐加重 每一次因为病情不一样 所以哭泣也不一样 所以变成一个曲线的 这样往下去 就是它不是一个直线往下去 就是有了六次 这六次哭泣以后 叙述里边就形成了一个 下跌的一个曲线 这是那个 很好的那个处理方法 那个哲义内部最后 他在他人生中最后的一句话是 我还没有见到伊斯坦布尔 我就要死了 这句话让那个卡米尔 就是他的丈夫非常内疚 因为他曾经许诺过很多次 要带他去那个伊斯坦布尔 因为虽然那个卡米尔是那个 那个明格尔人 但是他是从伊斯坦布尔过来的 待会我会介绍他为什么会过来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 帕默克依然那个不是实际 就写那个卡米尔 就是和那个抱着那个 那个哲义内部在床上的时候 在安慰他 抚摸他 这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卡米尔已经知道 他已经染上那个所欲了 而且他知道自己也不会逃离 因为他们挨得那么的近 而且他的妻子也觉得 那个时候有一点点安慰出现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染上所欲以后 丈夫还对他那么的爱 丈夫不怕自己那个染病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帕默克还忘不了去写 那个 他很巧妙 通过那个他们两个人 在床上堂的时候 窗外 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就在码头和那个广场 就是就在码头港口那一块 不是广场 港口和码头那一块 所以呢 那个时候他还能够写外面的那种 就是外面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声音出来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那个谢赫被抓了以后 他的信徒们 首先是无声的 走到了那个港口和码头这一块 然后就开始发出各种各样的躁动的声音 所以呢 那个帕默克写的写 那个哲义内仆的知识 中间又加了这么一大块 很自然地过渡过去 因为通过那个 听到那个声音以后 然后又去 又把那个 把那个哲义内仆和卡米尔给忘掉了 不是 给那个 放下了 去写那个 那个广场上的那帮 就是不是广场 那个港口边上 那些那个示威的人群 因为你把我们的 我们的谢赫抓走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来那个 那个示威一下 然后这是他 我先念的是他的原话 第二天早上 哲义内仆的尸体 就是他 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死了 被撒上了生死灰以后就下葬了 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因为那个时候 一时疫情已经很严重了 第二是为了保密 就是为了那个 不要让这个消息传播出去 所以呢 这一段写得很好 我可能觉得是翻译很好 看着王妻惨白 面旁上的 错恶的表情 卡米尔内疚的无法自给 错恶的表情 这是 其实是对那个 哲义内仆 死亡 之前的 一种 最后 他挣扎 或者他想活下来 或者他个人的一个 非常准确的一个词汇 就他死了以后 留下的是一个错恶的表情 就是定格在他 永久定格在他的那个脸上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错恶用得非常好 起码中文用得非常好 然后 两个半月的婚姻就这样 结束了 但是 很快他们又重逢了 所以 马上就要说 卡米尔致死了 因为 这是四个死亡里面的第二个 卡米尔开始的身份 然后 我又要给你们介绍一下 那个卡米尔 这里边还有我 这里边没有介绍的 两个很重要的人物 其实是整个小说 从头到尾贯穿的人物 就是一个是 帕克泽公主 和她的丈夫 那个奴隶医生 他们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来到这个岛上的 为什么来到这个岛上 也不是直接过来的 我本来还想说一下 但后来我发现 讲完情节和细节已经够了 时间已经够了 所以我就不说了 就是你们去读书 就知道他们两个人 为什么来的 那显得也很妙 不是说是他们 直接就来到岛上 是一个偶然的情况 让他们来 来到了那个岛上 他们本来是要到 来中国的 所以呢 那个卡米尔 我刚才说了 他是明格尔人 但是他从伊斯坦布过来 他是那个帕克泽公主 和奴隶医生的四位 是作为四位 跟随他们 本来是要跟随他们 去那个中国的 结果后来也跟随他们 来到了那个明格尔岛 那是他的故乡 他的家乡 他的母亲 还在那儿生活 所以 就是刚才我说到了 就在那个 执伊内普的 那个生命的 最后的那个时刻 那个卡米尔 一直和他在一起 而且一直 搂抱着他 一直在安慰他 所以他肯定也逃不了 那个鼠域 他也那个感染了 那个传染上了 那个鼠域了 然后呢 接下来那个帕姆克 在那个第63章 和64章的主要篇幅 写 因为他就闭门不出了 就是他的气势 去世以后 他就闭门不出了 那个帕姆克又岔开了 他在下面的那个63章 和64章 主要篇幅是写 那个阿尔卡之城 就是他这个明格尔岛的 那个首府 那个阿尔卡之城 里边的那种各种动乱 然后呢 那个 而是那个最高国家的元首 又在自己房间里边闭门不出 这个时候 那个萨米 就是萨米帕夏 就是他是那个 就是 现在是总理了 之前是总督 他那个 心想 只有让那个 卡米尔 出来 才能够重新树立 那个政府的那个威望 那个权威 他不出来的话 所以呢 他就 他就 带着人去 敲门 敲门以后 没有回音 再敲门以后 还是没有回音 还是没有回音以后 他们就从 把一封准备好的信 从门户底下 塞进去 过了一小时以后 他们再去的时候 就是那个 萨米再去的时候 发现那封信 已经取走了 这个时候 他们就 就想 那个门里边 没有反锁 他们想进去 但是呢 考虑到 是否 因为毕竟是 人家是国家元首 然后考虑到 那个 这样进去 是不是 比较唐突 所以他们又把 奴隶医生请来 因为 奴隶医生和 奴隶和帕克 这个公主 和那个 卡米尔 他们之间 有着一种 很特殊的亲密关系 因为以前是 他们的侍卫 跟他们的关系 非常的亲密 所以呢 等到那个 而且 他们塞进去的信里边 是显明了 现在的政治形势 和最新的那种混乱 就是那种情况 他都已经塞进去了 显然的卡米尔 已经把这个信 已经读完了 所以他们呢 就是等着 等着奴隶医生 来了以后 才推开门 进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们看到的 看到的那个 那个卡米尔统帅 就是那个统帅 是坐在 大摆叶窗旁边的 胡桃墨写字台前 统帅看到有人进来 还是一动不动 奴隶走上前 邓氏感到不对劲 有点不对劲了 统帅那个时候 其实他已经穿上 那个军装 脚上套了一双 和这个季节 不相匹配的靴子 奴隶一开始 以为统帅 已经下定决心准备 去带领他们 去冲锋陷阵了 可能也找错了一双 靴子 是准备出去的 但是他没有力气 出去了 所以 然后呢 后来看到他们 那个 他们有三个人 人进去的 就是那个 那个 撒米 帕夏和那个 奴隶一生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 是那个 撒米的一个 手下的一个人 他们三个人 一块进去的时候 卡米尔 然后给他们三个人 看到他们进来以后 他就 那个给他们 看着 脖子上的肿块 他的肿块 跟那个 别人不一样 是从脖子上 那个出现的 很大的肿块 然后那个 他想 这个时候 那个 帕默克写 他摔倒在地了 什么呢 他这样写着 他想换一个姿势 吃力的 藤语里面站起来 然后一头 倒在了那张 和王岐度过 两个半月 幸福时光的床上 紧接着开始颤抖 并不说是 他想站起来 这就是帕默克的 叙述风格 是说他想 换一个姿势 要注意 写小说 这些方面 都是很重要的 换一个姿势 然后再 他是为了换一个姿势 才站起来 结果 倒在那个床上 显然那个房间 也不是很大 接下去就是 帕默克在 描写 卡米尔统帅 在死亡过程时 也很妙 他模仿了教科书的笔法 使用高大权的语调 描写那个卡米尔统帅 这个也很妙 为什么他写到 那个统帅的脑子里边 想都是 和民格民族 有关的事情 他说民格民族 是世界上最高贵 最真诚的民族 没有人比民格人 更了解民格 也没有人 更像民格人那样 让民格 民格岛 意义生辉 什么 这就是民格语 存在的 民格语 就是还有一种叫语言 他们叫民格语 存在的那个意义 他还说出了一句 神圣的岛文 我是民格人 这后来成为了 整个民格岛的 一句神圣的话了 我是民格人 他相信有朝一日 民格人民 一定会有伟大的成就 改写世界历史 这是不是很像 教科书上写的 一个国家的 领导人的那种 那种话 但是到统帅 疲劳之后 躺在床上 语无伦次 迷迷糊糊时 教科书的风格 叙述有所变化 人的语言 开始进入了 统帅的语言了 这里他这样写的 在弥留之际 精神恍惚的统帅 反复念叨着 想看看 封锁岛屿的战舰 你们去看书就知道 那个时候 整个民格岛 因为宣布独立以后 已经被列强封锁了 已经 反复说 被那个土耳其 不是土耳其 那个奥斯曼帝国 已经封锁了 然后其他国家 也派着那个军舰来了 所以他还在想着 那个封锁的情况 但是接下去 他开始说人话了 就开始想人的 想的事情了 反复说妻子 择一内夫 不应该离开房间 就不应该离开 那个房间 待会我会 我会再详细地说 他是怎么离开 这个房间的 说到 然后呢 又反复提起 自己的儿子 他确信他 那个妻子 怀上的是 他是一个男孩 自己的儿子 必须去 明格人的学校 去念书 这就是一个 国家元首的 想法 然后说到某处 统帅还指了指 天上的一朵云 说云朵的形状 像极了明格国旗 上的玫瑰图案 后来那国旗 也越来越想云朵了 那个 然后呢 午夜时分 浑身滚烫的 统帅醒来 给坐在 并榻前记录的文员 讲了两个 明格的民间故事 都是他小时候 听祖母说的 在统帅回忆 童年的话语体系里 帕默克 帕默克是不会 放弃这样的机会的 让那个 泽伊内谱也进来了 所以呢 有一个童话 就是变成了 泽伊内谱了 就是那个 由那个 卡米尔 那个 统帅说的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有个叫 泽伊内谱的女孩 给岛上的 每一个动物都 找到了一个 亲身之所 尤其是树上的鸟窝 不 或者是树上的鸟窝 或者是某一树洞穴 女孩和动物们 成了好朋友 女孩的父亲 在宫里当差 统帅告诉文员 应该为明格的小学 写一本书 讲讲 泽伊内谱 就是他的妻子 和动物之间的友谊 然后他让那个文员 又托尔基语 写下了 泽伊内谱 之书的第一章 卡米尔临死时 房间那边 除了做记录的文员 没有其他人 接下去 他死了以后 帕默克又用了 标准的官方语言 写套 写那个 卡米尔 然后他是这样说的 所以当他写 那个泽伊内谱的时候 用哭泣 但是用写到 那个元首的时候 用的全是 那种教科书般的 官方式的语言 中间当然夹杂了一些人话 根据文员的记录 统帅在生病的 最后两个小时里 用土耳其语 说了两千个词 真是力气不少 用明歌语 说了一百二十九个词 明歌语很少 统帅说的每一个词 都用两种文字 整理出来 作为统帅语录 被人们在各种场合使用 有的出现在 政府办公室的墙上 有的被写在了海报上 有的出现在邮票上 日历里 电报课程 语文课 和文学作品 也平凡引用这些语句 首部明歌语 词典收录了这一百二十九个词 都用了特殊的字体 因为那是明歌的 应该是明歌国的国父 说的一百二十九个明歌语 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 他用的字体都是特殊的 十字经认 哪怕是一个 从来没有听过明歌语的人 在阿尔卡兹 就是他们那个首都 很小的岛 一个很小的城市 阿尔卡兹城 待三天 也可以学会这一百二十九个 最常见的词 肯定被他们已经是 用得极其的广泛了 这是那卡米尔之词 因为我不能剧透 它是更多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就要写 那个撒米帕萨 这是指使了 这是第三个死亡 他像是 我前面已经说过 他是奥斯曼帝国 派到明歌岛的总督 革命后明歌独立以后 他成为了总理 卡米尔当然是元首 卡米尔死后 卡米尔死了以后 谢赫 谢赫 哈姆杜拉 就是被他们 绑架的谢赫 来做元首了 这个时候 那个撒米帕萨就逃到了山区里边 我就不要说 帕萨其实刚来到 明歌党当总督的时候 就撒米帕萨 他其实跟哈姆杜拉 是关系很不错 因为两个人很谈得来 因为那个谢赫 那个哈姆杜拉是一个很有学问 就是那个学术 很有那个 知道的很多很多 读过很多很多书的人 而且喜欢朗诵诗篇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他们 而那个 那个撒米帕萨也是一个 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所以他们两个是 是很不错的关系 主要是什么关系呢 主要是因为 这里你们看了书就知道了 是那个撒米总督 他下令处死了 那个谢赫的弟弟 拉米兹 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接下来仇恨了 谢赫肯定要杀掉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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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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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死啊 死亡啊 是这四个死亡里边 唯一的一个没有染上属于死的 就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染上属于死的 而且他也是那个帕默克 死亡描写 描写 描写里边 比目最为集中的一个 因为另外的三个都是 帕默克都是甩开去 又把当时的社会状况 以及各种人心惶惶那种事情 全部那个 又又给表 表现一下 只有这个 他写的相对来说 就是 当然他中间也会甩开一下 但是 通过他 相对来说 写的是最为集中的 所以那个 你看了 第67章 将近11页的篇幅 几乎都送给了他了 在这本 《瘟疫之业》这部小说里边 帕默克这么慷慨的时候 不多的 很少 我很少看到帕默克 那么慷慨的 把11页都给一个人 那么 所以他那个 所以那个 但是反过来又说 他这种扯开去的写法 然后但是他有本领 给你拉回来 就让这部小说变得宽广 这是 又是小说 写小说的人都知道 就是 如何让小说写得更加宽广 是有几种方法的 这是很好的一种方法 我还是尽量简短地讲一讲 那个帕默克的死亡过程 就他前面怎么被捕 我就不说了 你们一看书就能知道 他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 我本来还说 他为什么判 那个罪名是什么 不说了 这些都不说了 因为太长了 那个 他判处死刑以后 坐上求车那一段 写得很精彩 他沿头看到的都是尸体 你就知道当时已经是 因属意而死的人 已经有多少了 我来念一下 他写到的 你看到的 不是全部 潮汐的奥斯曼时代的建筑前面 堆放了几排尸体 求车又过来了 一段时间 又看到了 排着一排的尸体 被运尸 尸车拖走 而几个垂死挣扎的人 就在离尸体不远的地方躺着 求车继续往前走 他又看到什么呢 马车快要到达威尼斯塔时 趴下看到地上有16具尸体 对称的排成了尸体 他就是通过他那个 非常安静的那种描写 你就可以知道 在那个时候的属于 已经是夺走了 多少人的生病了 所以帕麦克就通过 帕夏的眼睛告诉 帕夏的眼睛告诉读者 属于已经扩散到了 明格尔岛的每一个角落 死神正在四处游荡 帕麦克正确描写了 帕夏临死前的心理和情绪的 反复波动 恐惧 惊慌 还有抱有幻想和希望 这中间他又回忆母亲 想起远在伊斯坦布尔的家人 和在岛上的那个情人玛丽卡 玛丽卡是一个希腊人 而他是一个穆斯林 所以他们是一个地下恋情 这个时候 帕麦克不会放过任何机会 中间又写 他的耳边传来了咔嚓咔嚓声音 原来是一只大螃蟹 在牢房靠海的墙壁 缝隙和岩石堆上爬行 这种描写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一味地去写 就是在写作的时候 不要一味地去写 它的一种惊慌恐惧 一定要把那个环境 环境的要写 环境你不要用一种死的方式去写 要用一种活的方式去写 这个大螃蟹就让这个环境活了 就他在那个牢房里边的那个环境 已经活了一样 所以呢 就是帕麦克的就是 他的 他很好的一点就是 他那个 他会见机插入了那个 就是在那个 那个萨米帕夏的 在监狱里边那种 心情非常复杂的情况下 帕麦克见机 插入了那种 视觉和听觉的东西 插进去 所以把他的那种复杂性写得 你感觉到 他的不安 就是那个帕夏的不安 不再是一个平面 而变成了一个立体了 你感觉的是 就是 小时候在写到这种地方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写 写成立体 不要写成一个平面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萨米帕夏还天真的以为 谢赫会宽恕他 即使已经看见了筷子手 他依然相信 这不过是一个 为了吓唬他的骗局 他还 其实他是给自己 给自己壮胆 然后 这一段写得也非常好 就是 那个帕夏被处死的那一段 他不是因为生病死的 就是 帕夏对筷子手 沙基尔向来没有什么好感 那个沙基尔 筷子手是一个 筷子手的名字叫沙基尔 他是个小偷 还是个酒鬼 为了谋生才干起 那个筷子手的行当 一想到自己的生命 会终结在这个人的手里 帕夏就难受得快要窒息 贵族 贵族心想 那原来是一个小偷 和一个酒鬼 来把我给杀了 就是来终结我的生命 他觉得是 对他是一种羞辱 这就是一种贵族的心态 所以那个 帕夏双手被绑在身前 狠狠地捶了一下 那个筷子手的后背 他拼尽全力想要逃跑 但很快被沙基尔抓住了脖子 沙基尔对他还是比较礼貌的 因为他是总督 前总督 总督大人 你得坚强点 沙基尔说 这才配得上你的身份 那么 所以 这句话 然后 帕夏能感觉到远处 一群卑鄙小人 正躲在广场的某一个角落里面 看热闹 在临死前 他终于明白 这些无赖 怎么看自己 其实一点也不重要 没有什么比生活本身 和这个宇宙更重要了 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理性的人 走到侥幸架前 他膝盖一软 跪倒在地 这个时候又是那个沙基尔 那个坚持住 他的总督 那个沙基尔令人惊讶地 怀着同情地说 他孵出的气里边 还带着酒味 他刚才喝过酒 咬咬牙 很快就没事了 这一段 我觉得写得非常精彩 就下面这一段 这种像哄孩子的语气 让帕夏感到了一丝慰藉 就这样 帕夏身穿白色醒醒服 脖子上套着绳子 勇敢地月落虚空 喊道 母亲我来了 就在他死前 一直有着巨大翅膀的黑色乌鸦 从他眼前闪过 我看到这个时候 我想到我当年兄弟写 宋刚 卧鬼自杀的时候 看到了海鸟飞过来 巧合 纯属巧合 成熟巧合 因为他这个乌鸦也曾经在 奴里和帕克特公主的窗前出现过 就是那个黑色乌鸦 不是我们北四大的乌鸦 北四大乌鸦 我们北四大乌鸦没那么大 它一个巨大翅膀 你想好了 有这样的形容 因为我写到松刚 因为松刚是在广东的海边的时候 见到过海鸟 所以他脑子里边最后出现这样的一个海鸟 你看 从想到自己的生命会终结在这个人手里 帕夏就难受得快要窒息 到这种像哄孩子的语气 让帕夏感到一丝胃疾 帕末克的反讽叙述 让高高在上的总督大人 在一个小偷家酒鬼的筷子中 带着酒味的话语里 脖子上套着绳索 勇敢地越落了虚空 这一笔非常 这个真的写得非常好 是吧 因为我们不知道帕末克在这个地方 表现出来的是人性的跌落呢 还是人性的升华 可能是后者 因为人和人是平等的 最后就是一个酒鬼 一个小偷 为了做筷子手势副业 把一个总督给处死的时候 居然还让总督得到了安慰 就这种反逢的写法 我觉得对于写作的学生来说 是很重要的 这是第三个死亡 第四个死亡 谢赫之死 谢赫 哈姆多拉之死 谢赫哈姆多拉是 当那卡米尔死了以后 第一人元首死了以后 他成为了明格尔的第二人元首 为什么会成为明格尔的第二人元首 你们看一下 也写得很精彩 我这就不剧透了 读一下书就能够知道 但是他虽然成为了元首 但他没有住到元首办公室 和总理府的办公室的边上的 景修工大酒店 他依然住在他的道堂里边 他没有离开 他上台以后短短两周时间 他的反对隔离的政策 让死亡人数增加了两到三倍 原来很多穆斯林认为 你那个隔离政策 是让死亡不断地再增加 结果他们反对隔离 结果隔离谢赫上台以后 隔离政策一取消以后 死亡人数增加了两到三倍 穆斯林才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了 所以他们也开始自觉 遵守那个隔离规定了 然后呢 羡慕自己也染上了属于了 然后呢 就是把那个奴隶医生请了过去 请到了那个道堂 这一段我要好好说一下 因为看完这一段以后 我要再跟你们说说帕姆克 两个月前 奴隶第一次来的时候 当时这里是天堂 因为之前那个奴隶去过 那一段写得也很好 但是因为时间原因而且也话题离开了 因为我情节我就讲四个死亡 那一段写得也是很精彩的 他进去以后当时的谢赫 那个哈姆杜拉那种谈笑风声 那种各种 那时候也已经生病了 要让那个奴隶医生给他检查 结果最后他衣服全部脱光以后 你奴隶医生用听真器 用手几个关键地方摸一下 以后发现他没有肿块 所以告诉他你没事 你很健康 然后他起来还很高兴 就整个这一段写得也是很精彩的 包括他身边的人 这也是他 那个时候两个多月前他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像天堂一样 布置得非常的 因为穆斯林很爱干净 所以他这个里边 道堂里边很干净很干净 然后他次序井然 就是这样的一个 可是现在却变成了地狱一样 地狱一般 道堂里一切都乱糟糟的 各处院落念经的房间和那个住所门前 都堆放着准备运往那个 运往那个运走的那个尸体 堆一般的尸体 可像这个道堂里边 死亡率已经非常高了 已经 奴隶在靠近花园墙的一间小屋里 看到谢赫哈姆多拉 半昏迷地躺在地上的床垫上 这个时候 跟两个月前 他看到的谢赫完全是两个人 那个时候已经是半昏迷了 奴隶后来就是 中间有一段叙述完了以后 奴隶花开了 他脖子上那个又大又硬的肿块 排出了里边的农业 虽然 这一段 那个帕姆克写下了这一段 虽然奴隶一生的这个 贵为国家元首 这个人贵为国家元首 但是 师父没有 座位没人关心他 道堂里的人来来往 人来人往 要么是到处跑动人 要么是站着看热闹的人 但是精神上的凝聚力 师父已经丧失意境 人人都只关心自己的死活 过了一会儿 谢赫醒来了 就是认出了那个奴隶 他要给奴隶 他还要给奴隶讲他的诗歌 念他的诗歌 可是他狂渴不止 浑身躺汗 一个劲的打仗 稍微休息了片刻以后 他念的不是自己的诗 是诵读人人反复 诵读的那个复活章 在伊斯兰里面的 然后马上又昏倒了 然后他就下去再写一些别的以后 他开始写了 这天早上 经历了剧烈的头疼和神志错乱 谢赫哈姆多拉痛苦不堪 陷入了昏碎 也许他是因为痛苦和疲倦 而失去了意识 不怕感染的弟子们 站在谢赫身边哭成一片 就是那是他最对他 最忠心耿耿的弟子 其他的就像网上一样 乐观地解读一切 在他们看来 哈姆多拉并无大碍 只是累了 需要休息 果然 响礼之前 哈姆多拉苏醒过来 看起了精神焕发 神采奕奕 他和身边的人 有说有笑 诵读的脑子里的那些诗句 笑着给惊恐万昏的众人 展示脖子上已经揭嘎的 那个揭嘎的那个笼包 同时还不忘讯问 海上的封锁是否已经解除 他这个关心 跟那个第一任元首是一样的 所以当了元首以后 想的事情 就跟不当元首想的 确实不一样 他以前可没想这些事情 然后没过多久 剧痛再次起来 他痛得缩成一团 不省人事 接着就死了 到了这个时候 帕姆克又特别干脆 一下子就让他死了 你们去读这本书 读了瘟疫之夜里边 关于穆斯林的描写 尤其是关于 那个谢赫哈姆多拉的描写 我再次想到 那个帕姆克 在那个土耳其 他的尴尬的那个 处境 他的土耳其很尴尬 所以他为什么 他现在生活在美国呢 我认识几个 那个土耳其人 对帕姆克的作品 我总给我感觉 保持一种警惕 我要让他们给我 推荐土耳其的作家 他们给我推荐的是 另外几个 我本来想来之前 把他们另外几个 作家的书找出来 因为我读过 但是我把书名 跟作者名字忘了 他们的名字 比帕姆克的名字 帕姆克奥汉帕姆克 比较好念 另外两个土耳其作家的名字 中间有两个 中间还分了 有三种名字组成的 所以我记不住 我记得我好几年前 就是大概七八年前 我在北京 遇到过一个 一个土耳其的一个女士 她嫁给了一个德国人 所以呢 跟这个德国人 共同生活在北京 我曾经问过她 问过她对帕姆克 我问她 是不是读过帕姆克的书 她说她读了 她说她不知道 帕姆克写的是什么 我觉得很奇怪 读了就不知道 然后我就问她 你读的是土耳其语版呢 还是英文版 还是德文版 她说她三个版本都读过 还是不知道她写的是什么 就是你就看那个帕姆克 包括她其他的书里边 对穆斯林的那些描写 你就知道 为什么 土耳其人 对他的那个 看法又比较复杂 不那么的一致 对 所以我就 我就开始明白 我看完这个以后 我更加明白了 这是四个死亡 说起来很枯燥 是吧 但是确实是很精彩 你们看完那个小说以后 你们会发现 比我说的要精彩多了 因为我后来开始选择这个话题 我就知道这是一个苦差事 不那么好做 下面细节就要容易一点 但是可能也比较复杂 因为可能只有写作专业的 当然我们比斯大 哪怕不是写作专业的学生 也能够 也是对文学是很了解的 但是真正写作专业的学生们 可能会更加领会得 更加好一点点 我的感觉是 它里面细节非常的丰富 我今天要说的是 两个不经意的细节 其实在小说里面 有好多细节 很突出的细节 那是很容易的 真正你要看一个作家 是否优秀 要看那些不经意的细节 所以我这里面 要说两个不经意的细节 第一个是 起到的作用是转换 第二个起到的作用是过渡 就是这部小说 有一个隐藏的叙述者 就是前面写了 写了这篇小说的续文 那个人叫米娜明格尔利 我刚开始想这个人是谁啊 读到后面 一直读到最后才知道 她是那个奴隶医生 和那个帕克哲公主的 那个真生女 刚开始我以为是那个外孙女 然后我想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去查了 因为昨天一直折腾到晚上 那个九点才完成 我就问了一下李娜 我说是什么 李娜说是真生女 太好了 真生女 所以今天没有犯错误 然后那个 续言里面 这个里面很重要的是什么 她写了个续言 续言里面提到了 帕克哲公主给姐姐 哈蒂杰公主写了 113封信 这些信件是这部小说的借口 因为你看 整个所有的小说 都是从这些信件里面过来的 你们看完以后 就那个知道 为什么这个信件很重要 这些信件 而且也是这部小说的 起源 所以我要说的是 这个转换的细节 是在第十章 帕克哲公主和她的丈夫 奴隶医生 来到明格岛 住进了总督府旅馆 可能就是后来的 那个锦绣公大酒店 因为革命以后改命 这个我没有去核实 因为实在没时间了 这次数有那么厚600页 在两间卧室的套房里 就他们刚刚进 那个旅馆的房间的时候 在两间卧室的套房里 帕克哲公主 注意到了一张写字台 由此想到了 给姐姐写信的承诺 她和姐姐离别时的情景 这个时候再现 姐姐给她了 精美的信封和信职 要帕克哲 以为她要去中国 当时以为她要去中国 把一路上所见所分写信告诉她 这里 这个地方 这个写字台的出现 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说非常重要的 当然 这里没有写字台的话 也可以让帕克哲想起 姐姐要求她写信的情景 但是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写字台以后 再想起来 这个转换 你看起来它是不经意的 但是它是很重要的 就是优秀的小说 尤其像帕克克这样的 大师截别的小说家 他是不会在这种地方犯错误的 他就不会直接写 他想到什么了 他是要有一个转换 通过写字台转换 转换 而那些信 这一百多封 一百一十三封信 你们读完这个小说以后 才知道 它是整个小说的核心内容 就是整个小说 根据这一百一十三封信 就是帕克哲公主 写给她姐姐的那个信 信里边延伸出来的 所以 所以这个写字台在这里边 出现的是 有和没有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写字台一出现以后 你就感觉到这个非常美妙 这个联想非常的好 然后 而且呢 它同时还解释了帕克哲公主 为什么给姐姐写了那么多的信 写了一百一十三封信 写字台的这个细节的重要性 过于隐蔽 没有的话也可以图下去 有 作者的洞察力就显示出来 你别看这个是一个不经意 所以我不想跟你们说 那些什么惊天动地的细节 我就要找那些不经意的细节来 因为这是一趟写作课 就是要找一些不经意的细节来跟你说 作家的洞察力 往往是在一些不经意的细节上表现出来 一些被人疏忽的地方表现出来的 帕姆克 在这方面是个高手 另一个细节是在第61章 就是卡米尔发现 那个泽伊内普 福古沟的红色肿块之后 先是紧张 就是我前面一写到 他为什么会离开那个酒店了 这个是我需要 现在要需要说了 随后觉得 不会是染上鼠疫 因为泽伊内普没有离开过酒店 我不是前面说过 卡米尔去开会了吗 但是一想到那个 那个泽伊内普的那个红色的一种块 心里边 就是心不在焉的 所以他会议中途 他就回到那个酒店的房间了 我前面还说了 就很短的一条路 很短的路程 那个帕默克还不是实际的写了别人 写了一下那些场景 街上的场景 一些屋子里边 小孩看到他以后喊了一声 所以那个 因为他脑子里边 反复都是那个 那个棋子的 那个福古沟的那个总块 所以他 他心不在焉 当他回到酒店房间时 看到泽伊内普正在寻找 一把像珍珠的木树 树头发的树子 他说是他母亲送给他的 过去三天明明放在这里 现在不见了 卡米尔问泽伊内普 他母亲 就是你 你母亲三天前来过吗 那个泽伊内普说 是他自己回去了一趟 然后呢 看到 看到那个 那个卡米尔 有点 绳色有点不对 他还不送 他还高兴 他放心 我是带着卫兵一起去的 结果那个时候 那个就是我前面说到了 他有一个让他生气的行为 就是这个行为 就是当时卡米尔说了一句话 我作为 你作为一个最高统帅的妻子 都不遵守隔离规定 那谁会遵守这个规定 他就甩门就走了 所以 泽伊内普是怎么染上鼠疫 就在这里边就开始水露石抽了 他那个寻找那个墨书的细节 带出了三天前回家 看望母亲死染上鼠疫的原因 如果没有墨 这把书子的过渡 也可以 没有问题 泽伊内普可以找一个机会 说跟那个 跟那卡米尔说 我回了一趟家 我去看一下母亲 是吗 可以这么行 但是那个书子一来以后 你感觉到过度 我说这个细节过度 把整个的那个 泽伊内普的染上鼠疫的原因 给说明了 通过一把书子 就是那个帕摩克 这种细节往往是不经意的 但是从往往是这种细节 让我们知道 这个作家写作的分量在哪里 所以 如果让那个卡米尔 就是我前面说的 如果让卡米尔 不通过书子 而是通过那个 泽伊内普直接说 而知道他离开 回去看望母亲的话 也可以 但是很平庸 而小说的魅力 往往就是在这种 不经意的地方体现出来的 有了第十章的写字台 和第六十一章的末书 才可能出现 就是我们所说的 理想中的小说 所以细节 还有点时间 我看看现在多少 还有点时间 因为我们还要留点时间 大家提问 活跃一下 要不这个写作课太沉闷 那个细节在叙述里面 是可以说无所不能做 前面说了一个转换 一个过渡 而且还可以停滞 细节是可以停滞的 可以让人的阅读停下来的 因为一个士兵 穿着满是破洞的袜子 在尼坑之间 走了好长一段时间 只会寻找一片净土 来放置他几分钟之后 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 这个被士兵 小心安放好的 外套和靴子的细节 把死亡推开了 为什么 我们再也不会去想 因为我们被他深深地给感动了 我们再也不会去想 他被枪决的事了 独自的思维就停滞在了这里 而且独自的思维 不愿意再往前走 就到此为止了 不愿意去想 这个士兵后来怎么样 没有意思 就是这个是 就是文高说的 就是细节有时候可以是停滞的 也可以是从死到生的 大概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当时我迷恋川丹康城的小说 我曾经看到过 当时我大概二十出头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 他写到一个母亲 他的女儿死了 女儿只有十八岁 然后他在边上看着女儿 然后居然有这样的想法出来了 女儿的脸生平 第一次化妆 真像是一位出嫁的新娘 我当时看完以后 心里一惊 新娘 就是从死里写出生来了 当然同时我也意识到 这个文学的思维是可以反向的 那时候我二十出头 刚刚开始写小说 写的一些 我不愿意被你们看到的小说 至今没有收录到 我的小说集里面去 但是吴嘉宏全看了 我的一个博士吴嘉宏全看了 看完以后 他觉得自己是大师了 他心里像 老师出道的时候 写的比我差多了 可以死而复生 细节 很多很多细节 因为这个我在以前文章里面说过 就是尤萨纳尔写的一个 一个中国故事里面 里面写到了一个 跟着画师王佛的那个灵 在宫廷里面被宫廷的四位 把脑袋砍下来 砍下来以后 脑袋又回到他脖子上了 他又回来了 但是呢 尤萨纳写下了 惊人一笔 说他 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 奇怪的红色围巾 象征血界的红色围巾的细节 让灵的死而复生 就是灵的那个死而复生 在叙述里合理化了 而且同时把差异写出来了 你脑袋砍掉过的 重新装回去 稍稍应该有点差异感吧 就是这种差异感 就是那个 一条红 奇怪的红色围巾 那是象征是血迹的 我想起来 伯尔赫斯写过一篇 像散文 伯尔赫斯的作品的散文 和小说的界限 有时候很含糊 两个伯尔赫斯 一个80多岁的伯尔赫斯 和一个60多岁的伯尔赫斯 两个人见面了 结果 他们说话 同一个人 只不过差了20年 说话 复相说话 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伯尔赫斯用了 特别好的一个细节 都感觉对方的声音 像是从那个录影带里面出来的 就是这一种转换 这样的话 就把两个伯尔赫斯 相差20年的 两个伯尔赫斯的 相差20岁的两个伯尔赫斯 相遇以后 他们的说话的差异性 写出来了 所以这些细节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细节还可以分拆 细节可以分拆 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话 大家都知道 什么多年之后 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个面对新兴队的时候 那个布恩迪亚上校 江慧 他用的是一个未来史 江慧回想起父亲 带他去见识冰块的 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句话写完以后就没了 那个马克思去写别的去了 写那个马孔多这个村章 20多富人家 每年三月前后 那么那个吉普赛人 哇就过来了 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稀奇古怪的 世界上的新的发明 是吧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那一年又一年 这可是第一页的第一句话 因为只有到冰块 建设冰块的那个时候 一个句号 前面是斗号 一年又一年 那个吉普赛人来了一次又一次 从第一页写到了第十四页 那个装在箱子里的冰块 那个大冰块 才真正出现 父亲付钱之后 你要去摸一下要付钱的 那个时候 还是孩子的那个布恩迪亚 把手放上去以后 立刻输了回来 他瞎得叫了起来 他在燃烧了烧 这是现在的版本 我记得我那个三十多年前 读到的那个版本 是从英语 英文转译过来的 不是从西班牙语翻译过来的 是说那个布恩迪亚 是叫了一声烫 他不是冷是烫 这个我是生意有感受 我那个今年 在九月份在韩国的所有的时候 签收的时候 很累 因为签收很多 主要都要写几句话 他们指定我要写什么话 我就给他们写什么话 有些地方我稍微改一改 比如说有人说 哎呀献给我最爱的谁 我说这是你最爱的 不是我最爱的 是吗 所以 是不是 这种话我说我不能写 要不我回去以后 怎么跟我老婆交代 然后 我在那儿很累的时候 那个出版社 韩国出版社 不断地拿着吃的东西 来吃这个 我说我不想吃 因为累了以后 什么都不想吃 最后他们给我拿了一个 拿了一罐薄荷糖 那么大的一个薄荷 我觉得我真可以 因为很热 你知道吗 我就放到嘴里边很凉快 结果 刚放进去 刚刚开始嘴凉快了 我确实也有点口渴了 他们又给我拿了一个 一杯冰水过来 里边的冰比水还多 我喝一口 它在烧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 波恩迪亚的那个感受 后来 我看有人做成那个表情包了 说什么滚烫的人生 就是那个 其实那是冰 我在嘴里边有一个爆号 再来一口冰水 那个感受 就是烫 或者是它在烧 最后结尾了 2014年的时候 我去过伊斯坦布尔 波士 普鲁士海峡 它的东岸是亚洲 西岸是欧洲 我们那个时候 经常是 当然 我先写前面 就是 对于中国来说 欧洲是那么的遥远 但是在土耳其 在伊斯坦布尔 欧洲和亚洲 就搁了一个海峡 这个海峡其实并不宽 我觉得 也就比我们杭州的 那个乾坦江宽一点而已 大概有个 一两千米的宽度而已 所以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 而且在伊斯坦布尔 它只是隔了一条海峡 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 因为好奇嘛 所以经常是 午饭在欧洲吃 晚饭在亚洲吃 明天反过来 午饭在亚洲吃 晚饭在欧洲吃 你就过一个桥 不就是可以在欧洲和亚洲了吗 所以 最后我要说的就是 文学比这个还要近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还在读 唐诗诵词 读红楼梦 读莎士比亚 托尔斯泰 托斯土耶夫斯基 迪根斯 巴尔扎克 卡夫卡 马克斯 他们的理由 也是我们今天读 瘟疫之夜的理由 好了 说完了 谢谢你们耐心的听完 然后你们可以提问了 派一个人上来 给我点一下 对 需要一个人 有话筒吗 有有有有 在那边 有话老师你好 就是帕木克 他很多那种细密性的描写 包括之前 名字叫做红 然后他可能对于叙事 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就是在阅读过程中 比如他写到细密话的时候 就扯得非常远了 好像是一种历史性的输出写 当然是他个人的风格 并且是我们很多人 门槛还没有到达那个层次 但他确实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但是在您自己的写作当中 似乎从来不存在这样的阻碍 包括写死亡 也是大多数是很干脆 干脆到很冷酷 那您怎么看待 这样一种叙事性的阻碍呢 因为我觉得那个作家 可能他们都逐渐 在写作过程中 形成自己的风格 帕莫克有他帕莫克独特的风格 我有我自己的风格 所以我觉得还是看 因为我觉得还是一种阅读的一种习惯 我在读帕莫克的小说的时候 这不是我读的他的第一部 我读的他的第一部 是我的名字叫红 因为那个我估计是 大部分中国读者第一部读到 因为他可能好像就是 他帕莫克的第一本书 然后又读到他的第二部诗 那个《雪》 第三部诗是他写的那个《伊斯坦波》 所以那个 我从来不觉得帕莫克阻碍我 可能是一个阅读习惯 因为我觉得比帕莫克更耐心的作家 还多了去了 你去看看普鲁士特 赞莫斯·乔伊斯 赞莫斯·乔伊斯 我真是读不完 赞莫斯·乔伊斯的尤里希斯 我是跳着读的 从读到尾读 读到最后昏昏沉沉 迷失方向 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我特别开心见到余花老师 因为上次您来北大的时候 然后我们有专业课 就是没有去看到 然后我可能大意 我还提不出那么专业的问题 我就特别想问一下余花老师 对我们刚开始写小说 然后写的也不怎么样 然后您觉得给哪些报刊 或者什么投稿的 会比较容易发表的 感谢 感谢 我不知道 但是我来跟你说一下 就是我当年的那个情况 我当年 我当年我在县城里边 一个牙医 刚才清华说了 我是一个拔牙的 莫言曾经开过玩笑 在德国的时候 说余花明明是个 当时还有一个德国作家在场 说余花明明是一个兽医 偏偏说自己是个牙医 结果那个德国作家说 德国作家年纪比我们都大 他说在我小时候 我们村里边的牙医和兽医 是同一个人 所以说我兽医也不过分 我在那当牙医的时候 我还是 确实是我还是 非常希望我父亲是一个编辑 但我父亲是一个医生 外科医生 他不是牙医 他是县医院 我是正医院 他的医院比我的医院要大多了 然后呢 只有自己投稿 不断地退稿 退稿以后再投稿 再退稿 再投 谢天谢地 我居然没有丢失过一次稿子 一次都没有丢失过 可想而知 我们的那个邮递员的工作 是多么地认真负责 就在那个时候 然后 终于有机会发表了 因为 现在你们都用电脑了 而且稿子都是打印出来的 像我们 我当时的 这个是我跟苏同事 后来认识以后 我们交流起来是一样的 就是我是什么的 你字写得好看 不好看不重要 但是你一定要 一格就是一个字 清清楚楚 然后标题写得大一点 把自己的名字 也写得比平时字大 但不要比标题大 当时因为我们手写的时候 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的 所以就是 只能这样 就是那个投稿 最后就开始发表 然后就开始一步一步地 有时候人生是需要运气的 如果你没有运气的话 你写出很好的小说 可能 你自己放弃了 你自己可能不会在这条路上 继续往前走了 但是呢 发表就是一种运气 然后被人喜欢 又是一种运气 只能是这样来的 所以因为你告诉我 怎么投稿 我真不知道 现在的他们那个 怎么投稿 就看你写的是什么 如果你写的是小说 那你就应该投给文学杂志 如果你写的是散文 你可能 如果很短的散文的话 你可能投给 现在还有报纸吗 我都已经不看报纸了 报纸还有复刊吗 我都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复刊是不是有的话 是不是发表作品 这个问题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是我们北十大文学院的一个大学生 我叫廖成瑜 然后我可能平时更多了解的是诗歌 然后我关注到的是像帕姆克也好 叶芝也好等等 他们似乎都会在自己的作品里面体现一个民族的传统的建设 但是似乎我感觉诗歌里的民族传统建设会更加的刻意 是种有意识的一种建设 但是长篇小说由于作者的文化语境也好 还是一种民族的传统语境也好 都会显得更加的自然 然后我比较好奇就是老师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可能是题材不一样吧 因为长篇小说它有很多很多的篇幅去描述 描写你刚才所提到的那些部分 而诗歌是不给你那么多字的 诗歌 诗歌你要是有那么多字的话 那可能就不是诗歌了 是那个文学体材的不同 导致了它们的不同 好奇一下 老师你平时会写诗吗 我记忆中我从来没有写过诗 可是前不久有人说是发现我写过诗 我一看好像是有点像是我当年的字迹 不知道谁 那个字居然还在 但是我怎么看得好像是我当年的笔记 我当年那个字就是写那么的难看 所以但是我记忆里已经完全没有 人的记忆就是把自己失败的东西全忘掉了 成功的全记住了 好的好的 谢谢老师 我的诗歌 因为我是一个可以说是忠实的读者 而且想先表达一下对你的感谢 就是您的那个活着是我初中读的时候 第一次让我连续失眠了一个周的一本书 然后再也没有勇气翻开看过 然后我是大一的学生 可能专业性的问题提不出来那么强的 就是想单纯的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问 就是我看您的活着 我刚说了给我一种一直就是蛮抑郁的一个感觉 虽然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然后后来我看那个《许三观卖写记》 然后还有最近读完的《在细语中呼喊》 我觉得就是他们虽然说这三本书就是 怎么讲呢就是《许三观卖写记》 它其中也有一些可能人生的一些波折和未知的这种感觉 然后但是它的整体上会给我一种亮色的感觉 就是我在里面读到一种还是比较向上的 或者说给我一点乐观可以这么表达吗 就明亮的感觉 但是活着可能要更阴沉一点 然后《在细语中呼喊》 它虽然中间比活着 我觉得可能夹杂更多亲情方面的 就是在细语中呼喊 它反而会给我一种比活着还要更无助 然后更阴暗的这个情感的感觉 然后我想很好奇想问您一下 是您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可能有意识地想造成这种氛围 还是说只是我可能自己的一个阅读体验造成的这种差异 我觉得可能两者都有 但是你多一点 我少一点 因为我在写活着和写《在细语中呼喊》 但是许三冠你说是相对的稍微明亮一点 然后我没有你刚才提到的那种情绪 起码我在写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情绪 可能就好比是坐车的人 就是一个坐车老是晕车的人 他一开车他就不晕车一样 就是随着这样的一个关系 因为我有两个朋友 一坐车就晕得要吐 最后开车开车比谁都好 清华是不是有这种 你就是这样什么 那第三个的 对 可能就是这样 就是开车的那个人是不晕车的 而坐车的人 就是坐车晕车的人 一带自己开车以后就不晕了 所以我就是自己写的时候 我没有这种感觉 对 好 谢谢玉华老师 然后想说一下就是这两天路华 然后特别在北石大老师出行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因为今天路华你们还过来 要是我的话肯定会不再不不来了 在房间里面待着多舒服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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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回去肯定买回来读 然后我是看《活着》的时候 其实我从看开始的那个序 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想哭 然后我看的时候有一个问题 就特别想说 哪天有机会能来亲自问你 没想到真的有这个机会 就是当时那个佳蓁 我记得她好像是回去拿米 然后好像是被她父亲关着了 就是当时她们家应该还是有点钱 可以过好日子 那她为什么还要跑到 就跑回来陪福贵过那种苦日子 就是我觉得她可能不回来 她最后也不会营养不良 然后最后病死 我觉得她是恋爱脑吗 完了吗 我知道我知道 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 因为她有丈夫 有孩子 作为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的一种责任感 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就是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 为了家庭 今天你们叫恋爱脑 在当年人家会认为理应如此 就是这么一个区别 时代可能变了 好的 谢谢余霞老师 然后另外我是那个 我们学校法学院研二的 然后我其实在网上看过很多 关于您的一些谈话 其实觉得您是很懂我们年轻了的 然后我最近就是前一段时间实习 我就特别不想加班 我就觉得我加班就是我的领导在剥削我 你觉得我是不是学生思维太重了 是正常吗 你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为什么要你加班呢 加班应该给两倍以上的工资 对 对 对 您听说得特别好 谢谢余霞老师 不是反对加班 但是你薪水应该是两到三倍的薪水 可以加班 谢谢老师 对 余霞老师您好 我是在我们院二三级文创的学生 文创的 然后代表我的同门 问一下您 就是现在不管是您的学生 还是我们关注到的青年作家 大多都是以写短篇小说来出场 然后包括他们就算成名以后 就像双雪涛一样 他也是一部接着一部短篇在写 他当然也写过长篇 但现在整体青年写作还是以短篇为主 你是怎么看待这样一种写作的一种现象 以及您当初也是最开始写先锋时期的时候 也是主要在写短篇 然后后来从续语中换以后 就基本在写长篇了 就是在短篇和长篇这两种体裁里面 是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写作的动力 或者是想法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的作家们 基本上都是短篇小说开始 然后写中篇 最后再写到长篇 是什么的 因为当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 是没有出版的 只有文学杂志 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的作家 全是从短篇开始写 就是因为我们要在杂志上发表 因为发表以后才能够证明自己 可以继续走这条路 如果老是发表不了的话就放弃了 所以现在的话 因为我觉得我也看到了 我们的学生们 因为我到学校来已经有四年多了 四年多了 马上就五年了 所以我也读了一些作品 基本上都是短篇 也有一些中篇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一步一步 因为我们文创 那个硕士专业的 里边 学生里边有 不是全部 但是有不少 他来到北四大之前 是没有写过东西的 或者说没有正式写过小说的 是到了北四大以后 到了北四大读了文创方向的研究生以后 才开始写着的 叶星云就是这样 他在来北四大之前没有写过小说 他可能喜欢读小说 他没有写过 然后他就到了北四大以后才开始写 武将红好像是不是也是这样 好像也是 如果他们当年没被录取的话 现在也可能不再继续往下写了 可能是去干别的去了 所以我觉得短篇是一种训练 就是你在短篇 就当你的能力还能够把控的篇幅里边 好好把自己训练好了以后 再去写长的 那些我记得在九十年代 还是什么时候 有一些是终身写短篇小说的那些作家 当然我都是非常尊敬的那些老作家 有几个我就不说他们的名字了 他们老是宣传一种观念 说是短篇小说最难写 长篇小说容易 这个我不太同意的一个原因是 我觉得写好的话都不容易 但是相对来说短篇容易一点 因为它毕竟篇幅在那放着 因为你那个 长篇小说确实你是需要更好的训练 才能够去写的 而且尤其是第一部的长篇小说 你在写第一部的长篇小说的时候 你遇到的困难 是你第一次写短篇小说的那种感觉又会重来的 当你在写的时候 你会经常遇到写不下去的时候 所以做好心理准备 在写短篇的时候把自己的 多向帕默克学习 就是如何处理好细节和情节的关系 如何详细地去写 为什么呢 细部是非常重要的 你只有把细部写好了 你才可以撒开去写 当你细部没有训练好的话 你将来怎么写 把故事变得再好 依然给人一种空洞的感觉 而你只要细部处理好了以后 你的小说就会给人一种丰满的感觉 丰富的感觉 所以趁着短篇的时候训练一下自己 谢谢余华老师 余老师您好 您的长篇小说 我读完以后发现 是大多数聚焦于中国乡村以及农村人民的 但是我现在不管是生活还是阅读 有一种感受 就是城市让人变得更相似 所以我很好奇 就是在您将来的作品中 您在描写城市或者说描写乡村 这样两种选择之中 会更倾向于通过哪种方式去表达 对您来说更重要的东西 我主要可能写在还是小镇 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小镇 当然活着写的是农村 但是许商关在虚众呼喊 虚众呼喊既有农村又有小镇 都有 然后兄弟写的是一个小镇 许商关卖学记是一个小镇 然后文城就比较复杂了 地理位置变化 第七天算是一个 一百万左右人口的一个城市 算是一个在我的小说里面 是最大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我将来的写作 我的写作已经定型了 就基本上就这么写了 现在的我已经不想写新的了 我能把我没写完的东西写完就够了 谢谢老师 一号老师您好 就是我也没想到 就是今天能有这个机会 能在北师大学见到您 就是我是一个理工科的一个学生 然后现在是北师大的一个 物理专业的一个博士 所以呢就是平时很少有机会 能够读文学方面的作品 但是您的作品算是我读过的 文学作品当中 最多也是最早读的 我就记得当时应该是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对生活 人生没有这么多感悟 然后读当时您的这个活着 到后来的这个兄弟 然后以及文成 以及刚才您提到的许三观 卖雪记等等一些作品 也有一些就是共同的感触 比方说您刚才说 这个活着是写的是农村的一些故事 因为我自己也是农村出生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有一些就是共情的部分 但是我当时就是没有想到说 为什么人的生活可以这么的苦 就是我看着我都能 就是能感受到他的那种苦无奈 我就会替他流泪的那种感觉 但是当这个年龄越来越大 直到今天27年的后的今天 我站在这的时候 特别是当我上 就是上到博士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发觉这个人生真的是很苦 就是活着这个小时候里面 他可真的 就是他可能逝去的 死去的是他的这个主人公的一些亲人 他为之而悲痛 为之而绝望 但是我感觉我自己一路走来 自己也失去了很多 我死去的 逝去的是我自己 包括自己的性格 爱好 梦想 因为当我坚持走这条路的时候 我需要舍弃很多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很痛苦 然后以及在 目前的这个生活科研过程中 我也感觉很痛苦 我感觉以后的 包括以后的这个生活 不过刚才有同学提到工作中 来自这个加班呀 各种的一些压力 本来现在的社会也比较卷 然后就是我想 问老师您的是 就是您写下了这么多 就是能让我们如此共情的 这样苦的一些作品 相信您也是有一些 对生活的这方面的感悟 但是现在您展示给我们的是 一种非常这个 诙谐 幽默 乐观 开朗的这样一种状态 我就是想问问您 有没有在这方面 给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建议 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好好地活着 谢谢您 这个比较困难 因为 我在那个给人签署的时候 好多人都让我写上面写 好好活着 我就知道这个好好活着 是多么的不容易 否则人家不会让我写这四个字 然后那个 我就觉得就是这样 就是 努力 因为其实我们人生就是这样 尤其是你们还是学生时代 你们还没有 你们走上社会面临的考验可能更多 你们那个将来 可能面对的困难 比你们在校园里边要多得多 这个是很难避免 当然可能也有 中间有人会一帆丰盛 这个也不能排除 我希望 大家都有一帆丰盛 但这是做不到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一堆消极的因素 我们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就是 努力去寻找 发现里面还有一些积极的东西 然后让积极的东西给它夸大 你就把它夸大 夸大积极的 因为任何消极的东西里面 都会隐藏积极的内容 你只要找到它 就会 对自己 就是好好活着了 好好活着就是去寻找那些积极的东西 不知道说了没有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对 好 最后一个问题 看谁举的高 这位同学吧 戴口罩的 谢谢秦华老师 谢谢秦华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最后一个问题 非常激动啊 能够面对面就是跟于华老师交流 我不是文学院的 我也不会写作 然后我是 我是我们北市大体育学院研议 北市大女足的 哇 我们北市大女足很厉害 对对对 比那个中文系厉害 刚拿过了世界冠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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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我在我上大学之前 就读了您的很多的很多的作品 基本上全套的书我都有 然后我今天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是虽然我不会写作 但是我的父亲 他不是一名作家 然后我觉得他写的作品的题材文字 和您非常相像 他是一名军人 他不是一名正儿八经的作家 他用他的五六年的时间 写了一本相当于是 《世界万则》的一篇长篇小说 我现在正在想办法给他发表 然后写的就是 他那个时代的所发生的 他那个时代背景下所发生的一些故事啊 还有一些这个 就是他所亲身经历 亲眼看见的 然后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想问的就是 您有什么 对这些野生派作家 他们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呢 因为我觉得像现在很多 像可能像您这个时代 从您这个时代走过来的人 对这个社会的经历啊阅历啊 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见解和感受 他们可能更多想用文字 去像您一样记录下来很多东西 供世代去流传 所以我就想 可能我父亲他现在也在看直播 然后呢我也就是想借这个机会 然后听听您对他们的一些意见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他是在五六年前到目前为止 五六年前已经就是写 目前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因为我觉得像他这样的状况的话 就不要去追求技巧了 技巧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开始学习的 因为他的经历 他所经历的那些东西 比技巧重要得多 所以我记得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 一个叫杨本芬的人写的一个 一个邱元这样的那个小说 很受欢迎 我觉得那个当时在杭州的时候 那个叶兆岩就专门推荐那个邱元的这本书 我就坐在他边上 他不推荐我推荐邱元 你说什么 他说余华的小说只有余华才能写 而邱元的小说 任何一个有过丰富经历的人都能写 就是你只要把你的经历 用一种最坦诚的方式写出来就够了 不要去追求技巧 追求技巧以后 反而是走错方向的 技巧是年轻的时候学的 好 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余华老师 谢谢 我这个借给你 你到我这来吧 你到我这来吧 这个 怎么搞 我知道 这个 咱们北市大一流学校三流话筒 历来如此 这个 这个 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真的不忍心 这个打断 但是呢 这个坏人我必须当 因为今天实在没办法 这个大雪天 等一会交通问题会很严重 所以呢 这个我们只好到这儿 先告一段落 今天晚上余华老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一课 这个我非常感动 因为余华老师啊 平时她这个性格不是这样的 面对媒体也好 面对其他这个任何场合 她都是非常轻松 风趣 幽默的就应对了 但是今天余华老师非常认真 我这是平生头回见她准备稿子 她带着稿子来的 带着教案来的 这个她是认真准备了这一堂课 这个而且讲的都是干货 余华老师讲课 这个和我们这些老师不一样 我们这些老师 都是会搞一套虚头八脑的知识和理论 来搪塞你们 但是余华老师她不会 她是干货 她在讲这个小说的内在的机理 这小说内在的写作的那些要素 还有作家的处境 作家的处理方式 那么她是以一个杰出作家 看另外一个杰出作家 这样的非常独特的 又非常专业和挑剔的眼光 去来看帕姆克 所以她讲的都是跟写作有关的 这个我认为都是 讲的这个写作本身的奥秘和机理 所以有些人的同学 你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另外一个感受呢 就是我觉得写作是一个非常 严肃和艰难的一个事业 从这个小说里边 我们可以非常真切的感受 一个作家在写作一部作品的时候 他的巨大的精神投入 还有他的非凡的掌控能力 还有那个丰富的复杂的那个 这个场景 人物故事那些元素的这种 融合和平衡 所以要讲出这样的这个复杂的文学 激励是非常不容易的 余华老师能够浓缩在这么短的一堂课里 给我们带来一堂精彩的写作课 我认为这是一个 就是用莫言老师的话说 自有好老师才能做到的 这个我们要为余华老师今天晚上这一课 鼓掌 也非常感谢这个 刚才这些同学们的精彩的提问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体育系的那位同学 这个因为这个小说没有来得及看完 所以呢我也没有这个资格和余华老师详细的讨论 和大家分享 我呢这个知道这个总结 最后这个总结是个费力的事情 所以我也偷懒 我写了几句诗 这个送给余华老师 那临时写的啊 经不起推销 雪夜一刻 大雪封住了喧嚣的世界 把时间关进了今晚故事的大厅 越过瘟疫 死亡和恐惧 他 带我们来到了蚊子的掘地 崎岖 拥挤这冰冷的雪叶 一切肉身异象 都如一只爬行于雪地的螃蟹 你刚才提到了螃蟹 成为养而绝望的种块 哦 那些个夜晚 就像今夜一样 有幽灰的暗与白 雪如此广大 故事如此泥泞 而滑腻 难以把摸 也难以治愈 如摇摇欲坠的古老帝国 明格尔岛的狂涛 奥斯曼的暴风雪 哪耀眼而刺目的黑 今夜被另一场大雪覆盖 且照亮 谢谢余黄老师 本来吧 我们安排余黄老师给大家签字 但是呢 今天这个时间不合适 这个我们只能 这个让余黄老师 这个 先轻松一会儿